新聞葉波羅要特別提醒您 千萬要謹慎來使用個資 因為新竹有一名黃姓女社工師 任職市府期間居然用公務電腦 登入衛福部資訊系統 查詢五名同事的個人資料 後來被發現 即便同事不予追究 但是他依舊違反了個資法 因此被判處一年的有期徒刑 喚醒五年 千萬別以為使用公務電腦 查詢個資不會被發現 新竹一名社工師 在新竹市政府任職期間 使用公務帳號登入衛福部系統 查詢同事個資 離職後就被市府發現 最後遭起訴判刑 不但使用衛福部的資訊系統 查掉同事的個人資料 該名社工師在111年的時候離職 市府在去年的時候 主動發現了本案 以請了政風數查辦 判決書指出離職的黃姓女社工師 在任職新竹市政府期間 主要負責獨居老人 還有社會救助等業務 從111年10月5號開始 在社會處使用公務電腦 以獲得衛福部授權的公務帳號 登入全國福利基地 給付資料比對系統 私自查詢5名同事的個人資料 離職後112年被市府發現 政風處調查新竹地檢署 偵查後起訴 考量離職的女社工師坦承並取得 5名同事諒解不追究 依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處一年有期徒刑 緩刑5年 全案人可上訴 記者顏日榮新竹報道